這裏就是Spadina Street 大家可以見到附近建了很多新的大廈 這樣就帶旺了整個區 這裏就是大家熟悉的唐人街 如果很久沒有來到多倫多的朋友 都會發覺Spadina這條街 船頭那裏已經建了很多大廈 但是唐人街始終沒有建高樓大廈 或者政府立例規定不比起 今天的唐人街已經不單止是唐人的地方 多了很多外國人 這裏就是Spadina和Queen Street的十次路口 也是最旺的地方來的了 看看 南 leaving On Park 東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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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連近Queen Street是最熱鬧的街道之一 所以人流都可以保持得很平穩 這個就是CN Tower 在台人可以看得很清楚 這些就是以前唐人街的建築物 大家可以一看就發現Queen Street很熱鬧 但是到唐人街這裡就開始冷落了很多 波倫多的唐人街和美國紐約的唐人街 比起來就肯定沒有那麼多人 和沒有那麼熱鬧了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很多以前香港來的香港人 他們全部都移居去Scarbo Markham, Richmond Hill, Unionfield 所以就很少很少再下來這個 多倫多丹丹丹的唐人街 其實就算我本人都很少會下來 除非是因為要來辦事經改這裡 順便來看一下或者吃東西 但是說到吃東西的話 始終都是要去Scarbo Markham, Richmond Hill, Unionfield 那裡真是多彩多姿 這些都是很多年前的建築物 在唐人街 雖然大部分人都去了東部那裡住 但是唐人街始終都有去的吸引 很多遊客來到這裡都會來這裡走一走 剛剛很多由中國來的移民 很多都會在這裡附近的 我們現在開始進入了正式唐人街的地段 大家可以看到都很繁忙的那些車 那這裡可以說是唐人街的標誌文化中心 我記得很多年前剛剛來的時候 他們有一段時間建了一個中式的花園 平台樓閣,挺別致的 但是後來就拆了就建了這一間文化中心 其實這個文化中心的地段真是很好的 不過很可惜呢 似乎看不到起來不知為何呢 如果在香港一早就被人收購了幾十層高的大型商駐 兩用大廈包到這裡旺到七彩 不過在這裡或者政府的規例多 或者有高度限制 沒有什麼人來這裡投資或者原因 真的浪費了一個地方 那以前在這裡讀過書的朋友 或者來玩過的朋友 應該認得這裡 就是多倫哥的唐人街了 大家看到在商店門口 或者街邊堆滿了那些擺賣的呢 就好似好似唐人街了 是嗎 但是呢 多倫多的唐人街呢 相對其他美國的唐人街 真的 似乎寧靜了好多 只有這麼多好的 沒有這麼吵雜咯 今天真是陽光纏爛 咦 咦 大家 我們的老香港朋友 還記不記得 這些 一隻獅子 就是以前我們香港的匯豐銀行的標記來的 非常地殖民地色彩 不過不要說 好懷念 始終覺得以前的香港是 真的是東方之珠五光十色 華洋混雜 一個國際第一樓的都市 迷人都不得了 那現在 回歸了之後呢 感覺上好像 變了一些咯 我很多朋友 回來加拿大 他們跟我說 現在的香港呢 慢慢慢慢 失去了以前那種 魅力咯 希望不是咯 那 這裏就真是有些廚唐人街了 很多很多擺賣 挺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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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呢 又有一些 啊 餅店 你可以買 麵包蛋糕 喝奶茶 啊 不過呢 你現在覺得呢 唐人街的綠花都不錯 啊 看幾多樹 今天天氣好靚啊 藍天白雲 綠樹天青氣浪 唐人街呢 很多唐人呢 已經離開了 是吧 那麼呢 幸好呢 有很多越南人呢 進來這裡 你看看 這裡呢 很多越南餐館啊 那我差不多每一間都試過的啦 那一般來講呢 我都是喜歡 正式越南人開的越南餐館 那那些味道比較是 真正的越南風味咯 我也認識很多越南的朋友啊 那唐人街最吸引人的地方呢 我想就是 唐人街街市和超級市場 那街市就沒有了啦 現在下午也是那些 唐人超級市場咯 不过幸好因为来了太多的香港人 中国人 台湾人 所以现在一般人口多的城市 附近都有很多很多的唐人收级市场 所以就不需要再来买东西了 因为你想要的任何的东西 都差不多可以在你自己本身的城市买到的了 唐阳街唯一好处就是 它的价钱始终都是比较便宜咯 这里就是唐阳街的旅游商店 如果是游客来的话都会买些纪念品 知如此类的东西 多伦多的唐人街其实是很干净的 如果大家和其他美国的唐人街比较 还有这些绿花是不是很好呢 你看多漂亮 有机会都下回来唐阳街看看吧 这十年很流行的珍珠奶茶 水果果汁呢 唐阳街都开了很多家 这是买烧腊鸭的样方 我最喜欢吃 小猪、烧肉、热鸭、叉烧、麦鱼 以前小時候還有一種樂器品喜歡吃 就是後一集 不過現在已經沒有了 唐陽街那時看起來 又不想去餐廳吃 不斷想來吃點東西 趕著去第二個約會 就在這裡吃點東西 水準嗎?OK 這個是新興的住宅 不過很矮 只有五六層高 或者因為政府不讓興建得高 都好的 在一個新的東西 在唐陽街裡面 帶來一些新的氣象 那為什麼要拍這裡給大家看呢? 因為相信在這裡留過學的朋友 和住過一段時間的朋友 你一定會知道 或者覺得這裡的樓口不熟 這裡就是以前的遠東戲院 來的啦 少年時常都在看那些 那些戲的中文戲 不過一早已經沒有了很久了 這個龍營的華表呢 登柱是吧 都可以給大家呢 覺得呢 新在唐陽街 對不住 我講錯了 不是華表 是一個龍營的黑柱 都好的 有一些這樣的特色 因為你始終是叫到唐陽街 一定要有這樣的擺設裝飾 才能吸引到人的 不然你就等於去普通其他的城市 有什麼分別呢? 平時的唐陽街啊 人呢 就不是說太多 但是呢 如果你細心看一下呢 已經一半以上已經是外國人來的了 有些是遊客 有些是住在這裡附近的人 有些是在這裡上班 有些是經過的 真的香港來的 台灣來的 中國來的 就比較少些了 大部份都移了去 馬羊 Scarville Richmond Hill Unity那裡 這裏呢 就是龍城商場 在八十年代 初期剛起好的時候呢 都是這裡的地標來的 不過始終呢 因為市政府限制 不能讓他們起得太高 所以呢 就不太能夠吸引到很多人了 好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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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呢 就是龍城商場 裏面呢 那大家呢 如果在八十年代 尾呢 來過呢 都會有些印象的 不過很可惜呢 不過很可惜呢 這個位置就很好啦 但是呢 他那個啊 設計 或者比較小些 和不是那麽 理想啦 所以呢 善意都好差啊 善意都好差啊 那這裏往下去看呢 就是那個大堂 但是那個太堂 入口真的太小了 那當然啦 這些是我自己的個人意見 不代表其他大家的意見 不代表其他大家的意見 我始終覺得很可惜 這麽美的位置 如果可以做大些 可以做高一點 做商駐兩用大廈 這裏呢 就是 Spadina 和Dunder Street的交界柱了 Spadina 就是唐人街啦 Dunder Street這一段 都是唐人街來的 所以很旺很旺的 你看看 來到這裏 是不是人頭湧湧呢 如果你相信風水的話 這裏就龍脈所在 所以永遠都這麽旺啊 所以永遠都這麽旺啊 現在大家呢 在這裏等著 過班馬遜 就是 人來人往 人來人往 唉 這樣 就 經過了很多很多年了 这一边开始就是差不多近唐人街的尾了 来唐人街最开心就是见到很多水果汤 水果都很漂亮的很新鲜的 这里肯定很像唐人街 这一段真是很唐人街来的 又是唯一最越纽最似唐人街的地段来的了 因为近年你来了很多中国的同胞 所以唐人街都起了很多新的餐厅 主美的对象就是我们中国来的同胞 不过大部分都是很辣的四川 烤羊肉这一类的菜 我是不能吃辣的 所以对我来说就是没什么大吸引力 另外我是不吃羊的 从小到大我都不吃羊 我家人很喜欢吃羊 一到通天啊 什么杀羊肉啊 杀羊肉啊 火锅啊 什么羊肉 熬那些老汤啊 是吧 我一口都不会吃的 很有营养的啊 但是我始终吃不到 我曾经试过逼自己吃 真的吃了两口之后 差不多会有的 那虽然呢 很多家人啊 朋友啊 都请我吃不同的羊 譬如 他们说每一个地区的羊 有些是不会那么大酥味的 但是没办法 不是因为心理作用呢 我一吃下去 一咬下去 就觉得酥到不得了 或者你用几多酱 或者几不同种类的羊 都没办法 全部试过 不吃得就是不吃得 那都有很多茶店啊 现在 不过只是买茶呢 是不行的 所以很多都变了 买了那些 珍珠奶茶啊 港式奶茶啊 或者是那些鲜榨的水果 这里一直走到楼梨 差不多是唐人街的尾 尾 所以前面的就是大学了 EU的其中一部份的宿舍、图书館 不過呢 那裡都很熱鬧 現在起了很多不同的外國小食 方便一些帶學生去那裡吃東西 或者是和遊客 就是你這裡一直走下去的話 旁人街也有好幾間的麵包店 那些價錢真的很便宜 到嚇死你 我都試過去買來吃 不過 不知是不是感覺 還是他們因貨就嫁呢 還是心理作用 始終覺得 好一般 即是你吃完之後不會回來再吃的了 那更加不需要和香港相比 是不是 最懷念就是香港的食物 和那種方便 這裏又是其中的菜市場 最旺的地方 民意食為先 大家知道 大家知道今年夏天好熱 看下很多女生都拿一把傘 免得拆掉 有時曬到我都想拿一把傘 不過男人老狗拿一把傘 太陽真的有點過分 所以沒有了 所以沒有了 這裏就是加拿大唐人街 多倫多市區新的公共巴士 裏面很大 很乾淨 很舒服的 我還記得我第一次坐在那裏 那裏是幾大鄉里 原來我不知道 就好像以前那樣 進去那裏給錢 或者呢 什麼 原來不是的 你一是上站之前 在站那裏收銀機那裏買張票 或者你進去的巴士 在巴士裏面買票 我真的不懂 那裏有幾個年青的中國男生 那些學生 教我怎樣買那些票在裏面 我第一次 原來還要買碎銀 即是不可以說可以找到的 哇 這樣都可以的 我還欠5毫子碎銀的 蛤 你想不到呢 那些年輕人多好人 幫我給他買 又教我怎樣買票 又幫我給他買 欠5毫子 唉 真是 外國的 教育都真是不錯 不是說貪的 那些小便宜 即是他肯好肯幫人 因為為什麼呢 如果我不買張票的話 路到地鐵站的時候 是會有人查的 那查了之後呢 你就會麻煩 要當作你呢 是有些薄膜的 那就尷尬了 是不是 所以呢 在加拿大呢 始終有很好的地方 那當然啦 很多地方都有 但一般來說呢 很多於懷 這裏就是 在登特斯的唐人街 就是夾著斯伯達娜的 又是很旺很旺的 那些小便宜 那些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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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沒有要在家裡 那些公路 都沒有去 那些公路 那些公路 都沒有去 那些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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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去 那些公路 那些公路 這一段的唐人街都很旺,這裏就是Dundas的唐人街 從七十年代尾到八十年代來的香港人一定會記得這裏 這裏相信他們是經過的唐人街 現在唐人街除了中國菜館,越南菜館還有很多韓國菜館 哇,逛了這麼久,拍了這麼多東西,很餓 進來吃我喜歡吃的叉燒燒肉夾頭飯 先頂著當今晚才出去跟朋友吃 整碟加上一個泥湯,才收五個七號半 這裏已經是Dundas Street,唐人街的尾 中間隔了一個外國人的地方 現在已經離開了唐人街的了 現在已經離開了唐人街了 現在已經離開了唐人街了 你現在已經離開了唐人街 我可以離開唐人街 到三十年代唐人街